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是会无力的 如果长期姿势不好 例如整天低低头用手机 会不会导致这个颈椎神经线受压 其实现在这个病很多时候 都是在一些办公室工作的人都比较多 尤其是用电脑比较多的人 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头向前聊 令到肌肉会弄損 也会慢慢引致椎间盘弄損 所以如果用手机低头的话 如果是很长期的做法 其实真的对她的颈椎不是太好 万一出现颈椎神经线受压 不处理的话有什么风险 如果椎间盘是压到中枢神经的话 可能两只手两只脚 甚至大小便都会影响得到 所以如果不处理的话 病者可能会有手脚的痛 麻痹疼瘫痪 甚至会再严重一点 可以去到大小便失感都会 我们之前和一位患者聊过 他怀疑因为咳得太大力导致问题 大家一起看看 有一晚突然咳得比较厉害 一咳之后 就感觉肩膀就立刻就避 接着一路避 避到手上 整只手就避了 避不到高的 还有很痛 在里面痛出来 我觉得就不痛 普通伤口整伤那种痛楚 杨先生52岁 上年肢气管炎 除了咳得出血 更扯伤了脚 道致脚椎神经线受压 为免再恶化 压着更多神经线 立即要做手术 在脚椎上做微创 做微创手术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痛楚 还有恢复得很快 两日至三日已经出院 两三日已经出院 根本就是完全是 就是没有什么 做手术那种痛楚感觉 没有什么 手术之后 左手的灵活度 已经恢复了九成 只是三只手指 还有少少麻痹 要劲点做多些运动 将来他也会很小心 留意要做物理治疗 手要拉一下筋 或者颈部 拉一下筋 但是如果不做自己的 拉筋动作 我就感觉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 手指就开始 避发 现在 咳的时候 如果真的很想咳 或者 通常我们咳 很大口噴出来 最舒服的 现在都不敢了 都是要摘一摘 分两餐斜咳 梁医生 其实打黑痴 或者咳得太大力 或者用错力 是不是真的有机会 导致这个颈椎神经线受压 以及这个情况有多常见 其实如果它本身的颈椎 是很正常的 普通的咳嗽 其实很少的机会会影响到它 通常这一类的病人 都是本身的颈部 已经退化得很厉害 甚至乎有些可能已经压住了中枢神经 或者神经线 只不过它未知 如果它真的 颈部受到有撞击力 或者它有创伤 甚至乎打黑痴 移动得太厉害 那才会引致症 还开始发生 但是它之前多数 都已经有这样的退化 颈部已经 会否久不久都收到这些个案 其实都有的 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都会看到有些病者 是本来没事的 可能是跌倒 撞一撞到头 然后它可能会四肢有痰瘍的情况 这些其实就是椎間盆 本身在意外发生之前 已经相对压住了中枢神经 所以这类的病者 通常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令到他的手脚不能动的话 我们都需要尽快和他做手术 是得以希望 他的手脚的能力可以尽快恢复到的 刚才病人杨先生 手术之后明显改善 其实他是实际做了些什么手术 其实他主要这类的病人 他为什么要做手术呢 因为他的手毛力 也开始越来越严重 所以我们才决定和他做手术 如果不是大部分的病人 其实都可以用药物和物理治疗 去尝试解决不解决这个问题 最多做手术的话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神经线要减压 我们会在前路将椎间盘拿走 用显微镜看着慢慢拿走 然后里面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做融合 就是双一个融合器 用螺丝双实那两节 另外一种如果想保存 那个教委的活动能力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人工椎间盘支援術 而在他的情况下 我们是选择了做一个融合的手术 不如也提一提市民 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样可以预防这个颈椎神经线受压 首先最主要就是 大家要留意就是你们颈椎的姿势 就是千万不要经常向前污 最大部分人都是颈子向前傾 第二就是那个生活习惯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就是 比如在床上看书 跌下头看 或者那些人经常用手机 不停地在地铁看到 十个有八个用着手机 都是不停地看着 亦都应该做适当的伸展运动 让那些肌肉得以舒缓 所以在工作的时间 尤其是对着电脑 长时间的人 应该其实每小时 是花大约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做一些伸展的工作 等颈椎的肌肉可以休息一下 如果坐了八个小时 其实肌肉始终都会慢慢弄损 多谢梁医生今天这么详细的讲解 今集时间又到了 下集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 观众如果有任何医学疑问 欢迎寄信来 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或电邮到 medicineatnownews24.com 优优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